希望大家已经能感兴认识到吉布斯自由能方程的由来了 这集呢我想讲些严谨实际的问题 可以说是推导一下这个方程 推导之前呢我们首先来看看 两个商辩相同的系统 为了方便描述 我把袖珍PV图拿出来 现在我们要比较一下这两个系统 一个是完美的可逆过程 另一个是不可逆的 是个自发过程 这两个过程呢都从这里开始 都从PV图的这一点开始 最后到这一点 在研究具体过程之前呢 我觉得最好先复习一下 不可逆过程和可逆过程的定义 可逆过程呢是个理论模型 过程中没有摩擦 随时都无限接近平衡状态 随时可以原路返回 随时可以 你可以大概理解成这个反应 实际上未曾前后变化过 虽然明显它是在变化 但是其实现实中 根本没有这样的过程 但是这是个非常重要的理论模型 那么我来画一个例子 如果这是 我有要把那个经典的活塞搬出来 假设这是个 我画两个吧 这是不可逆的 这是可逆的 这个才是不可逆的 我把这两个都画出来 好了 我标记一下 这个是可逆的 这个就是不可逆的 也可以说它是自发的 这是我们的重点词 这个词对吉布斯自由能尤其关键 而且所有的自发过程都是不可逆的 好了 它从这点跑到这点 在可逆过程中 这儿有个盖子 就是活塞 气缸里面有气体 产生压强 上面呢 还有一堆小石子 这里有一堆小石子 逐渐把小石子一粒粒的挪走 随着石子的减少 这个活塞 这个会移动的盖子会向上移动 它会向上移动 压力会将它向上推 不过随着它向上跑 气缸中的压力就会慢慢减小 因为气体分子对气缸壁的撞击减少了 继而体积就越来越大 所以随着挪走每个无限小的沙粒 挪走沙粒的速度太慢了 所以系统总是无限接近平衡 系统从这点到这点 我们还可以把它理解成卡诺循环的第一步 假设这两个过程附近都有个热源 所以这两个 系统都在温度为T1的无限大的热源附近 热源让系统的温度保持不变 所以过程沿着等温线进行 因为正常来说 如果在绝热条件下挪走石子 系统的温度会降低 因为系统做工了 平均动能就会减小 但是因为有了热源 热源会向系统输入热量 有了热量传递 我把它称为QR 行吧 如果没有热源 那么温度就会降低 但是既然这里有热源 热源会持续向系统传递热量 我们以前讨论过了 这就是卡诺循环的第一步 过程沿等温线进行 这是个可逆过程 我们能够表示出过程中每一点 只是因为逆过程是准静态的 系统随时无限接近平衡状态 既然有可逆 那么就知道活塞和气缸之间没有摩擦 只要把一粒沙子放回去 它就会回到上一个状态去 而且没有能量损失 因为没有摩擦热 所以可逆过程的PV曲线就是这样 那么不可逆过程的PV曲线 哦不对不对 我不画出来 我们来口头讨论一下 不可逆过程的PV图像 这两个系统有点相似 不可逆是这样的 里面也有七体 为了表示它们的区别 从这点到这点 这次呢我们不一颗颗的挪走石子 我们假设盖子上是一堆大石块 挪走一块 大石头之后 系统就从这点变成了这点 显然这样系统就乱套了 无法确定两个状态之间的宏观量 但是重新达到平衡之后 系统必须是从这点来到了这点 不可逆过程的另一个关键在于 而且现实存在的每个过程都是不可逆的 另一个关键在于 这里有摩擦 活塞向上移动 它会和气缸摩擦并产生摩擦热 我把这个热称为摩擦热 现在我向大家问个问题 这种情况下 如果可逆系统需要吸收QR的热量 来维持温度不变 那么不可逆系统吸收的QIR是多少 系统需要吸收多少的热量 才能让温度保持在T1呢 和可逆系统吸收的热量QR相比 是多了还是少了 随着活塞向上移动 系统自然产生了热 所以如果这个绝热过程的话 它降低的温度会少于可逆系统 所以它能够从热源吸收较少的热量 就可以维持温度在T1不变 这样才能到达等温线上的这个点 别忘了 这可是个不可逆过程 谁也不知道中途的情况 途径有可能是乱七八糟的 实际上这里的路径甚至没有意义 因为中途系统不处于平衡 所以路径可能很乱 不过我们知道它会在PV图的这点出现 但是由于系统内的摩擦产生了一定热量 所以它从热源吸收的热量会少一点 我写下来吧 可逆过程系统吸收的热量QR 会大于不可逆过程系统吸收的热量QIR 这是因为不可逆过程摩擦生热 就是这样了 那么两个系统的伤变分别是多少呢 嗯 它们都是从这点起跑的 然后呢都在这点上停下来 而且伤是状态函数 所以可逆过程的伤变 DIRT-SIR 就等于不可逆过程的伤变 DIRT-SIR 它们都是从这点到这点的 而且很明显伤改变了 因为系统的状态完全不同了 伤啊 好吧 我不讲太深了 我现在呢再问大家一个问题 可逆过程 系统与环境的总伤变是多少呢 总体来说伤变就等于 这里的总体是指系统和热源 我写在这里吧 可逆的 我爸一会儿呢就没地方写东西了 嗯 我用个不同的颜色 所以可逆过程 总体的伤变就等于系统 可逆过程的伤变 嗯 好吧 我已经用R代表可逆了 所以呢 我叫它热 哎呀 前三个字母都是一样的 那么就用环境E表示吧 可以吧 可逆过程中系统的伤变 DIRT SR 等于系统吸收的热量 因为这个可逆过程 所以可以用定义式来计算 再除以T1 那环境的伤变是多少 好了 它放出的热量是QR 对吗 所以环境吸收的热量是QR 当然环境的温度恒定 因为它是个热源 温度是T1 所以等于0 总伤变等于0 有意思吧 其实这里我应该讲解一下 可逆过程中 系统和环境总体的伤变等于0 这样其实很容易理解 因为可逆过程的特色就是 既可以前进 也可以返回 随时都太接近平衡状态了 所以系统向哪个方向变化都行 那如果其中一种变化的DIRT S 大于0 则它的逆变化的DIRT S 就会小于0 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 逆变化就无法实现了 所以总伤变为0 是很合理的 系统和环境总体的伤变 而不只是系统的遇到可逆过程 就等于0 看看我们能不能把它用在不可逆过程上 如果我想要求出不可逆过程的伤变 不可逆过程的伤变是多少呢 等于DIRT SIR 然后再减去不可逆过程中 热源放出的热量 也就是QIR 当然还要除以T1 这个等于什么 大于0 小于0 要记住 它是个不可逆的自发的过程 这个值 这不可逆的过程是 从这点到这点 所以它的伤变 DIRT S和上面的相同 这个DIRT S和可逆过程的一样 它们是等价的 好了 我已经告诉了大家 由于系统中有摩擦这个系统 从热源吸收的热量 小于这个系统吸收的 所以如果我写这里 我收拾一下这里 我写过了 就在这儿 QIR就是不可逆过程中系统 吸收的热量 因为它本身会摩擦生热 所以吸收的热量 小于可逆过程吸收的 所以这个数比这个数小 或者你也可以这么比较 这个数和这个相等 所以这个数肯定要比这个小咯 所以这个值一定是大于0的 对于不可逆的自发的过程 下面呢我们来算一下数 这是不可逆系统 吸收的热量 前面有个减号 这是因为这表示热源放出的热量 所以下面我们来 先把方程的两边都乘以T1 然后就得到T1乘以DirtSIR 再减去QIR 大于0 好了 然后这个是什么 这个式子有什么意义 好了 我们先把方程两边同时乘以-1吧 别忘了 它是适用于任何不可逆的自发过程的 两边都乘以-1之后就得到这个 不可逆过程中系统吸收的热量QIR-T乘DirtSIR 就小于0 它对任何不可逆的自发的过程都成立 这样一来你就看着眼熟了吧 推吉布斯自由能方程的时候 我们说过DirtG等于 等于DirtH-T乘以DirtS 我还说过如果这个值小于0 过程就是自发的 它们相互不矛盾 因为这两个是彼此等价的 唯一的不同是什么 这里的是系统吸收的热量 这里是商变 现在呢我已经做了三四集 都提到了有DirtH等于Q 只要系统的压力不变 所以我们只要对比可逆过程和不可逆过程 就得出了正解 这对所有的不可逆的自发的过程都适用 接着如果假设系统的压力恒定 你可以忽略刚刚那个图 因为我们知道了这些都没问题 而且又假设系统压力恒定 然后呢就得到了这个 而且我们知道如果过程自发 那么这个一定要小于0 希望你觉得这些有点意思 这里呢我再强调一点 这和这里学第二定律是相符合的 也就是 对任何自发过程 DirtS会大于等于是对于任何自发过程 DirtS都会大于0 因为虽然这个式子不是商的 一般定义是因为它不是可逆过程 你可以这样理解 所以至少定性的推导出来了 也就是DirtS大于0 不过呢我不会再强调太多了 因为我前面讲的内容比我现在讲的严谨多了 好了希望能帮大家了解 吉布斯自由能方程的出现 以及怎样从可逆和不可逆过程的基本概念中 导出方程判断自发性 还有吉布斯自由能和伤热以及寒的关系 我现在哦 开析 翻回来 颜色 一ingers 尾